头部烫伤案例 我是一位四岁孩子的母亲 2014年1月30号除夕晚上 在湖南老家 我孩子被爷爷刚烧开的开水烫到头部 孩子当时大声尖叫哭闹 不停地要去抓烫伤处 但我内心很镇定 因为我深信原始点 我就一把抱住孩子 在他耳边一直重复 孩子都是妈妈的错 不怪爷爷 你会马上好的 随即就在烫伤处 撒自己做的生姜素 孩子慢慢就平静下来 差不多十分钟后就不要我抱了 他说妈妈我不痛了 我好了 烫伤处理的恢复情况照片如下 2014年1月30日 2月1日 2014年2月2日 2月5日 2014年2月6日 2月6日晚上 2014年2月9日 2014年2月9日 此案例处理时间共12天 我是2013年初开始学习原始点的 都是通过反复观看张老师的理论和手法光盘 前后至少也看过十七八遍 孩子有什么高烧咳嗽红眼病都能处理 还有一次严重皮外伤 我认真按照原始点方法处理 很快就好了 没吃药打针 因为看到了效果 家人也就不会由于意见不统一而发生争吵 并能默默认同原始点了 平时我就在家放光盘看 家人也会看 所以这次孩子烫伤 我才能毫无阻力地用原始点来处理 发自内心感恩张昭翰老师无私的奉献 我的孩子才能这么快恢复 愿天下的父母能早日学习原始点 他真的能在危急时刻帮助我们的家人 也应在适当时机善巧地给我们的孩子 早日拨下原始点种子 让他们照亮自己 也照亮别人